那当然,第一个啦,可以用刚刚讲的,就是dative 那不过呢,要把这个地方,要刚好算到这么精确 里面有三个a,那三个a其实当然就是刚刚提过的 其实,三个n,这三个n,实际上这个n,几岁有没有 实际上就是可以配合这个,有没有 但算出来之后呢,可能会有剩下的 比如说剩下,我剩下几个月 所以剩下几个月,就可以交给谁,交给他来处理 因为不考虑年的月,那年跟月都算完了,甚至 所以最后要不考虑年跟月,那就是这个 所以基本上123,其实就是这个123 那只是说我要把这个东西放到这边来,并且把它串在一起 而且能够显示正确的话,那要怎么做,比较快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你要怎么把它做出来,那做法上不外 就是这样,其实也没有很困难,然后交给一个方法,第一个,那你可以第一次先打一个Date Date 然后钱瓜糊,什么呢 前面的日期,指的是它的生日,对不对 跟哪一个日期比呢,跟今天比 那今天的话,也许你可以直接上面多一个Date Enter也可以,或者是你直接干脆在这边去输入一个Tate 也就是直接怎么样,从这边抓Tate就好了 它就会抓到直接放这里就好了 你不要像刚刚我们是在一个储存歌里面,那你也可以啦 如果说你习惯,那你就是在上面某个地方,今天日期,那抓某个储存歌也可以啦 那当然我觉得多一个动作 逗点呢,这边就给我一个Y就可以了 好,按个Enter 44岁,应该没错啦 1972 然后8月,因为8月还没到嘛 所以是44岁,没错 OK,好,那后面的话呢 大家还有串一个几岁,所以 怎么串到后面比较简单呢 其实基本上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就把N,有没有 不选到,就第一个N不选,把它Ctrl C 那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文字呢,要跟公式串的话 你不能直接把它放在这里面 你可以用一个N的符号 串切嘛 那文字在Excel里面或在VBA里面都一样 前后都要有双语号 让它表示它是一个文字 OK,这个是基本规则 那你一定要对这个很熟悉 如果你对这个不熟悉,很容易一下都做错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熟啦 你做什么一下就做,就对了啦 OK喔 而且你要知道串在哪里 像很多同学发现 那个怎么串好像还是有点搞得太清楚 可能也许跟你们平常的习惯不太一样 不过你慢慢要熟悉 反正呢,不论是一个公式 跟后面的东西串一定会有个N的符号 这个规则在VBA也是一样 只是说VBA的N的前后一定要有空白 在这边不用空白,差别在这里而已 那我就把刚刚那一串贴上去 那你不一定说一定要一次到位啦 你可以分几个阶段 我的习惯是先打勾看看 44岁,N个月,又N天了 那可是N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势必要把N改成 比如说这个N它就是YM 那我们已经有做好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跟我们要的公式差别 只是把Y改成YM就可以了 但是放的位置要放在这里 对不对 那你要放在这里 特别注意喔 而且你可以慢慢把它养成一个习惯吧 这是固定的SOP也可以啦 第一个先把你需要放的公式 先复制起来Ctrl-C 第二个动作呢 你可以把这个N选起来 选起来直接改 我的习惯是这样 先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再endend再移到中间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这个指的是什么 因为我要把它切开 那切开的话呢 本来它是一个连续的双引号 后面双引号 中间是字 可是我要变两个 那两个的话 你势必就是这个 补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要跟前面串 因为四串是一个头一个尾 虽然它长都一样 但是一定还是一定 后面加的这个是跟后面这个串 但是怎么串呢 中间一定要加一个end符号 end符号 再把中间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我的公式 或者未来的VPA常常会用到 就是放一个变数 ok 好 那我们有大概这样的观念 如果你现在背不起来的话 没关系 你就把它背口绝算了 就是原来的N有没有 你就是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endend再移到中间 然后呢 把中间贴上了你的刚刚的公式 改成什么呢 改成M就可以了 再把它打勾试一下 诶 有没有五个月 是不是 因为它1973嘛 剩下来因为它是八月的 那前面大后面小 所以指的是隔一年的 所以隔年的话 算下来的话 就是差五个月 五个月 应该没错 因为 等于是它把它当 一月其实就当十三月来用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几天 那几天一样 选它 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endend再移到中间 再贴上 把这边改成什么 md 打勾 诶 做出来了 零天 为什么 因为今天是 是不是刚好是五号 对 一月五号 所以呢 就会 刚刚好 那 这样的话呢 其他的日期 可不可以做出来 当然可以 来向下填满 放开 其他的生日 就 全部做完了 ok 所以请各位 慢慢熟悉一下 我想可能大家 需要熟悉的 第一个Dative 第二个 串接 特别注意就是 串哪一些地方 也许刚开始 你不太熟了 或者被口诀算了 绝对不会错 两个end 我刚刚是打两个end 移到中间 end 两个 移到中间 把公式贴上去 再来改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 我们一样 如果说我要做个VBA 好了 如果VBA最好是什么 有两个按钮 比如说我这两个按钮 那当然这个地方 比较特殊一点 是我们前面 会有个年龄 假设我今天需要两个按钮 不过这已经做好了 一个是年龄 另外一个是清除 不过按钮 因为要做一样大 所以我习惯是再贴一个 然后再按右键 重新再多一个就清除 年龄清除好了 那如果我希望做出来效果 类似像这样 输出 不要输出这里 输出到H欄 有没有 一样的 清除 实际上 我输出 其实只是怎么样 把刚刚的公式 跑一个VBA程式 自动输出到这里来 这地方该怎么做 前面有做过类似的 所以请各位待会也可以练习一下 那请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先把那个Dedif 如果利用Dedif里面的最重要的那个 就是参数 算出精确的那个年月日 这第一个 所以你第一个是要了解这个Dedif怎么去善用它 第二个就是说呢 常遇到的错误 就是如何串接 那个自串 如果你在串接自串这部分 能够很快的熟悉 我相信你在工作里面 要算一些 要组合一些东西的话 其实也是轻而易举的 你要什么 老板或客户要跟你说 你帮我显示成什么样子 没问题 改一下就好了 OK 但是如果你不会的人 哇 真的是头痛了 OK 那做完之后呢 再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再把它变VBA 变VBA 我们前面是 要不就直接用VBA里面的函数 不过我刚刚讲过 Dedif这个函数 在VBA里面 几乎没有可以取代它的 这个函数 所以怎么办呢 好 我们也只能拿 不然就是 拿原来在Excel里面的公式 我们直接干脆直接输出算了 这也可以达到 我们要做VBA的效果 试一下